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把时间放在这个时间呢 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中午休息的时候 而我们修到的这种习惯 我们中午可以在休息的时候打坐半个小时 一般的人他没有修行的习惯 他可以去午睡半小时 这是为了让下午相当于充电休养 下午就可以精力充沛 更好的去投入工作学习 所以说今天我们中午也讲三十分钟 然后没有讲完 我们晚上在八点左右 我们再继续把这个 第七次这个课程我们分两次讲 相当于我们中午讲半个小时 让大家 调养一下 然后晚上再继续 大家注意关注 今天讲的是第三品六祖谈经的疑问 疑是怀疑的疑 问是问题的问 因为作为一个好的传道的一个老师 他应该很善于解答问题 授业解惑 所以说这个疑问就是下面的这些学生 弟子们提出问题 然后六祖会呢 给他们进行解答 我们为了身心病恋 性命双修 我们都要求大家像昨天一样 做一个好的知识 修行的知识 可以上盘 双盘 单盘 打坐 如果是你盘腿打坐的话 就要求 正确的方法就是你在 垫布 垫一个小的 一个坐垫 这样的话 你的腰部就可以挺挺 把它挺立 让整个背部直起来 这是为了让我们的 督脉 可以打通 督脉打通的话 人体的很多疾病 也就不会再有 疾病就没有了 你在听的时候 全身要放松 如果你感觉到 你听的过程之中 口里 产生了唾液 那么你要分成三口 慢慢的把它腌下去 这个时候的唾液是很好的 它是有能量的 吞下去之后 就相当于在给自己 滋养自己的内脏 所以说一定要每次听讲之前 要保持这种 性命双修的状态 不仅要调我们的心性 也要调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 像那个 生物空穴道 要让我们的身体 根源更加坚固 而我们的身体 内脏 最重要的 肾脏 肾经 它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所以说我们把腰 挺直 这就是对我们的 命门 肾脏 肾气 都有帮助的 我们要把我们的 呼吸变慢一点 从 普通人的这种很浅 肺部的呼吸 慢慢把它延长到 深入我们的腹部 这样就可以调整 我们的脾胃 大肠 小肠 在中医里面 有一个脾胃论 李东元 肌源是大家 他认为我们整个 大小肠 都可以归入这个胃 都是属于后天的这个土 只要我们把我们的 消化能力 增强 我们的身体 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 然后还是按那种方法 要去在心里面想 接收 他以救苦天尊的这种 威德神力 加持到我们身体来 我们的 全身的毛孔要打开 全身的365个邪位要打开 这样他就可以 一边听一边接受能量 这样就不浪费 就不仅仅是像一般人 他去信仰某个宗教 他就只是在心里面 产生一个信仰 我们不仅仅是这样 我们不仅仅有产生的这种信念 我们还要让 有一天 那个维次死当地的一个官员 他就发心 做了很大的那种 斋饭 让请这些 同僚 同事 还有就是这些信仰 六祖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人 一起来吃斋饭 吃完之后 大家 心情很愉快 就请六祖上去 身座 坐在那个 盘腿打坐 坐在那个老师的位置 他下面就开始提问 这个这一篇 就是一个提问的 解答疑问的 这个官员就说 弟子听 师父讲法 感到确实是不可思议 和我过去学的很多的 福法 不太一样 所以说心中有疑问 请师父 大法慈悲 给我们解说一下 会论就说 没问题 你有任何问题就 提出来 我给你解释 然后这个和尚 这个这个 为赤死为公 他就说了 他说 师父这 这一宗 禅宗 是不是 达摩老祖的 这个 这一宗 宗子 回人就说 对 是这样的 然后 又问 弟子听说 达摩老祖去 见那个梁武帝的时候 梁武帝就问他 说我 说我这一生 修了很多的寺庙 而且 度化了很多人 出家 做了和尚 而且还 不思 让他们 不用劳动 有吃有喝 我有何功德 梁武帝 梁武帝 认为自己功德无量 希望听到达摩 夸奖他几句 结果达摩 就不能如他的愿 达摩说没有功德 这个官员为次使他也觉得很 很矛盾 很迷茫 因为他也是在这里 不思请大家来吃饭 他也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说没有功德呢 就请那个六祖跟他做一个解释 六祖就回答 确实没有功德 我们一点不怀疑 先圣之言 为什么没有功德 因为这个梁武帝 他做的那些事情 实际上是善事 是好事 是很好的 怎么会说他没有功德呢 那是因为他心有炫耀之意 所以说他的心 是不正的 你做了好事就做了嘛 做了善事就做了 大家也都看到的 都知道的 全天下都被他搞成了一个福教国 那你还有这个必要去问一个 问别人你有没有功德吗 大家心知肚明 你确实做了很多的好事 善事 如果你做了之后 你心里面 就把它放下了 至少不太计较这件事情了 下次你还是继续做 那还行 那还不错 如果你 善善自喜 希望每个人都看到 希望每个人都来夸 夸张你 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就本身说明你这个心态就不正常 而且梁无敌的下场确实不好 最后他的部下叛乱 最后被饿死了 他的他的这个死是确实不好 而且他全国变成了福教国 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你整个国家都是福教国 福教他的这个宗旨 他是教育法 他是离来顺受的 当你的整个国民都离来顺受 没有到反抗的力量的时候 当外来庆愿你 这种敌人 强大的敌人来攻打你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说梁无敌在年轻的时候 是很英明的一个人 但是他晚年却 变得很糊涂 而且他就是做这么多的好事 本身是在求福报的 也不是什么功德 他这个功德是指的修行 你心命双修之后 像我们道教讲的 你把你的信修得圆满 你把你的命 这种能量修得圆满 强大 你这才是功德 这叫道德 道德经 道德 有道有德 那么你就可以非生先见 你要成仙成佛都没问题 然后 六祖继续给他讲解 怕他听不懂 这个禅宗就讲的是见性 你能见到性 你就是功 你就有功 有真功 你面对这个众生 外界的这些变化 你心性的平等 那就是德 如果你一个人真正有了德 你所有的建议率都在里边 不用再给你规定很多 限制你的行动 不要像生物控一样 给你戴上一个紧箱子 那就没有必要 因为你有了一个很高尚的品德 你怎么做都不会出问题 就像孔子说的 你随心所欲 那个规矩 你不会去跨越他 不会超越他 因为你不会 道家说的 你不会伤害他人 你也不伤害自己 现在很多青年人 他们不懂 他们说我不伤害他人 可以的 我伤害自己 可以啊 我自己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所以说熏酒 熬夜 几天几夜不睡觉 把身体搞垮 中狱 吸毒 烂醉 赌博 为什么 他认为他的身体是自己的 可以伤害自己 所以说 道教是很人性化的 讲究的是 不伤害他人 也不能伤害自己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你不伤害自己 就是最大的孝心 还不要说其他的什么孝心 很多人 一生都不一定能完成孝心 这两个字 但是至少你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 如果一个人真的信了道 学了道 那就意义非常重大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香港有一个 指一个名人 只不过这个名人特别有名 张国荣 要外貌有外貌 帅 要钱有钱 上亿 要事业有事业 唱歌唱得好 演电影养得好 从表面看 那就是完美 这样 他叫做人杉 但是他却精神上出了问题 遭受到意外的压力 而且慢慢心灵 发生了变异 变态 最后他喜欢的是同性的 同性恋 虽然现在同性恋在西方社会 某些国家已经是 不是什么今天到底的事情了 成了一个平等的 但是他经受了压力 他受不了 他最后从楼上一下子跳下去 结束了生命 自杀了 为什么 他不信道 他没学过道 他真的学了道 他不伤害自己啊 再痛苦也不要伤害自己 因为道教讲究的是长生不老 你长生不老怎么会自杀呢 这就保护了自己 而一个人保护了自己 就保护了你的家人 你想想张国荣 这样有成就的一个人 他走在家人的前面 他的家人还在啊 什么感觉 如果他 所以说我们很有必要推广 我们的圣人的这个哲学 包括孔子 包括老子 这是非常伟大的 造福人民呢 他们因为生在海外嘛 没有学这些 也不知道 只要是个中国人 我们的根 就在道教 就在儒家 如果我们学到这个道教和儒家 不会再出现这种自杀这种事情 因为不伤害自己啊 你伤害了自己 就伤害了所有的家人 你的亲人 生不如死 死了 你走掉了 转世轮回去了 这些活着的人呢 还在受苦呢 很多年很多年都不能释怀 很难受的 包括他同性恋的那个爱人 也会难受啊 他如果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他也医疗不到啊 这个其实同性恋 说到这里 我就说一下太极图 其实同性恋在太极图里 早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说我们的 我们道教的祖师爷 那是有预见力的 就可以预见到一万年 两万年 一亿年以后的事情 也就是说在他那个时候 画太极图就已经知道有同性恋 为什么 我们来解释一下 你就知道 他那个阴阳语音里面有两个眼睛 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叫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就是说你这个阳性的这一块 这半边 里面就有就有很小一点 是阴的 你阴性的那一 那一半边 就有很小一块 是阳性的 就是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懂了吗 为什么有同性恋 那是因为 男人 他本身是阳性的 但是他里面有很小很小一点 他占的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是什么 那是男中之女 就是说 他看起来 从我们人类来看 他是他的整个长相 生理功能都是男人的 但是他的心灵深处 他的心理状态 他是女人 你可以说他投错了胎嘛 他甚至比女人还要女人 比如说泰国 都知道是福教国 但是他就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人妖 都是男的 但是他比女人还要女人 比女人还要温柔 他跳舞 他做动作 他比女人还厉害 什么原因 这就是太极图告诉我们的 他是阳中之阴 但是毕竟他只是一个阴的眼睛 很小很小 所以他占的人口比例也很小很小 这就是同性恋的道理 也有另外一种同性恋 就是两个是女的 一样的道理 在那个阴阳语的阴面 阴面就是阴 阴性就是女的 但是里面有很小很小一个眼睛 是阳的 这就叫阴中之阳 他就是说有很少很少的这些女人 占的比例 人口比例很少很少 但是他是男的 他投错了胎 他的骨子里他是个男人 就像很多女强人婚姻都不好 为什么 他就是属于阴中之阳 他是女人中间的丈夫 看起来是女人 他做的所有事情是男人做的 他比男人还男人 他事业非常成功 好强 要做领导 他要领导别人 这种人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婚姻呢 不可能 除非他成为同性 他去喜欢另外一个女人 一个很温柔的 他是很刚强的 女中之丈夫嘛 很刚强 他去喜欢一个温柔的 那可以 所以说那种女强人 我们站在道家的道教太极图的观点上 我建议如果我的听众里面有这种女强人 那就应该有一个闺蜜 哪怕你不是同性恋 你也应该有个闺蜜 这个闺蜜应该是很温柔的 一个女人 你们很聊得来 是最好的朋友 那么就可以疏减平衡你的这种阳刚之气 你的命运会变得越来越好 你的运气会越来越好 他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这个太极图的原理 你明白之后 你这个世界就看得非常清楚 你就不会做一些比较愚蠢的事情 就比较有智慧 那么对我们身体一样的 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 特别是慢慢进入中年 身体不好 他就找不到原因 他只能知道这种症状 比如说睡不好觉 流虚汗 腰痛 全身疼痛 腿痛 筋骨痛 胃不好 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大多数人 据我了解 大多数人是因为结婚之后 他这个肾气被伤害了 肾气是先天之本 就是藏我们先天的这个阳气的这个地方 他就在我们的腰 腰部 所以说结婚之后 重欲过渡 就是夫妻生活 过度了 你在年轻的时候 二十多岁 你感觉不到 因为你那个时候 从来没有泻 什么叫泻 西方认为 他们科学研究 只要你这个夫妻关系 做夫妻 夫妻生活 你就会放电 大了会有放电 放电的现象 这叫泻啊 你能量就跑掉了 长期这样就没有了 身体会越来越差 女性你会生孩子 利用了小孩之后 你要喂养他 你要操心 你要喂奶 而且现在很多人是泻妇产 泻妇产元气会伤害到一部分的 这些都会让你的肾气跑掉 所以说为什么道教很科学 很人性化 就是因为道教上来 只要你是个 他一看 你是个中年人 或者是结婚之后的 泻了 泻过的 有男女之士的这种人 都要足迹 什么要足迹呢 就是把你后天的这个 慢慢返回到先天去 把你的命门的阳气 把它补充 让他充足 所以说要求让这个丹田 下丹田 官员 这个地方 能量要 把它弥补起来 这样你的身体才会好 所以说真正中医 高明的中医 比如说一个 火神派的一个老前辈 现在已经去世了 这个人非常高明 他曾经挽救了 一千多个被西医争断 发了死亡通知书 都会死掉的 治不好的 急性的 新衰竭 肾衰竭 这些都马上很快就死 最后到他那里去 他全部把这些人 挽救过来 很多人活了几十年的都有 为什么 他就是吸收了这个 道家的这个 精华 培捕洋气 这个整个火神派 就是来自于道家 他的这个根 他火神派的这个祖师爷 名字叫 郑清安 而这个郑清安 他真正的吸收的是谁的 指使呢 是曾经我们这个宋朝 出了一个 一个很厉害的人 叫他自己认为 他是第三个扁鹊 扁鹊有三个 在上古时代 皇帝时代 有一个上古的 第二个叫秦月仁 春秋战国时代 扁鹊第二个 他认为他是第三个 他就讲 很多绝症 疑难杂症 都可以用这个 培捕元气 阳气 靠什么呢 就是 有三味药 第一个叫 父子 父子的产地 很奇怪 这个父子是大火 巨火 他的产地最最好的在哪里 在四川的姜油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呢 这是天府之国 而且整个中国大地上 出神仙最多的 就在巴蜀之地 就在四川 巴蜀之地 蜀国 重庆 巴国 蜀国 过去是 两个国家 后来全部化归四川 现在又分开了 很多神仙出在这里 为什么呢 这是西南 西南空挂嘛 空挂他是 大 润育 这些仙胎 就像那个生物工 一块仙石 最后可以解胎 那么我们到家到医 他不用要 根本就不用要 怎么办 很简单 现在我就传授给大家 现在大家就注意 把全身放松 全身一定要放松 知识不重要 你可以坐 你可以站 可以睡 都可以 这些知识都可以 只要你能放松就可以了 然后你在心里 要四想非想 想到你的这个下丹田 肚脊 肚脊附近这个下丹田 好像你去内观 看到那里呢 有一口锅 就那个烧烧水的 我们生活中烧水的 你什么比较熟悉 你家里的比较熟悉的 这个烧水的锅 你就想就在 有一口锅 就在你的丹田 然后在里面呢 放满水 你把它想象出来 装满了鲜水 这些鲜水好像是都在天上掉下来的 萤火里面下来的 仙剑下来的 这个锅也不是一般的锅 这个锅呢是太上脑军的 他练丹的锅 他的丹炉 你就把它想到你的肚子里面去 用你的这种观想能力 一定要训练 这种观想能力在修炼里面 是一个很很重要很重要的 不管是哪一个门派 他修炼方法不一样 但是这种观念 就是形象思维 这种能力 你要去训练自己 这是从后天反先天的一个 一个窍门 你就想到你下单天 有太上脑军的一口锅 里面呢 放了是鲜水 装满的 然后下面呢 升起三味增火 你就想太上脑军的铜儿 在你的小腹部 投了一点火进去 烘烂起来了 你现在就可以这样想 想到你的这个小腹部 那个火燃了燃了燃了 一直燃 最后把你这口锅里面的水烧开了 烧开了什么感觉呢 有蒸气啊 你就把你的重点 想着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水蒸气 到了你的命门 到了你的肾脏 去滋润它 去滋养它 不要小看这个观想的能力 很多人 他知道天尊者这种加持 因为我会一直请天尊的加持大家 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去慢慢去体会 那种水蒸气 水烧开了 在你的丹田 水蒸气去滋养你的这个肾脏 这就可以后天反先天 你长期天天这样训练自己 慢慢的你就会有感觉 你可能会感觉自己精神越来越好 你过去要吃很多东西才能吃 比如说要吃三碗饭才能吃饱 现在发现吃一碗就饱了 这就是 精气神在充足 然后你过去 看到外面一个异性 难得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的 你会心里面 有些欲望 你现在看到也没什么了 只是把它当风景看 就像外面有一棵树 或者外面有一朵花 你感觉还可以的 扬眼 但是你没有其他的邪恋 这个就说明你的精气神充足了 只有精气神充足之后 这是人的欲念才会慢慢下降 到一个心如止水的状态 精气神越不充足 这个邪恋就比较多 它不仅仅是心性的修炼 它还是我们的命功的修炼 所以说性命必须双修 这种先天阳气的补充 在我们道教修行里面 就通过我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 太上脑菌的这个一口锅 放在我的下丹田 下面升起三味蒸火 然后上面里面的水 鲜水全是天上的鲜水 这里面装满的 银火掉下来的 烧开了 里面的水蒸气 我们把它想象出来 都到哪里去了呢 到肾脏里面去了 到腰部去了 到命门去了 这样就滋养了我们的身体 然后灰人又说 我们每一个人 只有把我们心理上的这种恶念 邪念 各种各样的欲念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除 我们在任何一个外在的环境的变迁之中 我们的心性要保持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 达到了极点就是那些 大将军原算 你别小看这些大将军原算 他们实际上是很有定力的 为什么呢 他泰山崩于前而射不变 就像过去的那个毛泽东 据说好像有有有这种记载 那个炮弹 那个天上那个飞机掉下来的这个 那个炸弹到了他身边 他也不怕 最后发现那个那个炸弹 也运气很好 没有爆炸 他也不心慌 那个福中南几十万大军来围剿他到延安 他慢慢的走 也不心慌 一个在对面 山的另外一边 左边 他们在山的右面一边 他们还甚至这边 红军还能听到 福中南那边那些 草闹山那一军队的 汽车山 马蹄山都能听到 他也不慌 这个就是一种定力 你一般的人没经过训练的话 你吓得不得了 这种定力哪里来的 不是天生的 是在这个事情上去磨练的 他就天天这样打仗 打仗 打到最后他胆子越来越大 他就习以为常 所以说生活中 真正经历丰富的人 他的定力就比这种 刚刚出现到社会上的人 那个定力要好得多 所以说我们道教认为 如果你想你这一辈子 很顺利 或者是你家里的小孩子很顺利 你就要传授给他 道教的这个理念 什么理念呢 就是每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 他到社会上去 他一定要亲近那些长辈 那些前辈 韩国人都称为前辈 只要比你先参加工作的 就叫前辈 你要很 发自内心的去 去尊敬他 为什么要去尊敬他 因为你对他好 他也会对你好 他的好是什么 他的经验 他发现你什么地方 做的不对 他马上就可以几句话 这个就要点坏呀 他几句话告诉你这里应该怎么怎么弄 你不尊敬他 他会告诉你啊 他不会告诉你 他参之眼 参之眼闭之眼就过去了 你呢走弯路了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道教的智慧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做生意 或者遇到困难 我们都要想办法去找那些 前辈 去请教 去尊敬他 这样慢慢慢慢的你会得到智慧 因为他经过了他的定力很好 他也有慧力 有眼光 他就可以帮助你 你付出的代价不会太大 当然你也不能只是头里这样说 你也得明白 尊敬不是现在讲的话术 千万不要相信 据我去观察和了解 那些学习成功学话术的人 除了那几个发明人在上面成功以外 他在赚你的学费 其他所有的人大部分都是失败的 为什么你这个话术就很假 就像骗术一样 很虚伪 你说第一次很好听 把别人感动了 你再说第二次 再说第三次 别人还会相信吗 所以说你真正的尊敬你的前辈 你的同事 你到新的单位 你要明白他需要什么 你要去提供蒙众 主动的提供蒙众 方便 另外在物质上要懂得 像前段时间我们这些政府上台之后 说不能送礼 不能请客 其实革命就是请客送礼 我们要反着听 这个请客送礼 它是中国的礼仪 不然你叫什么礼仪之邦呢 你只有不断的去请客送礼 当然在一个度你要你要有智慧去分辨 那个度就是那个量到底多大比较比较合适 不要让别人反感你 多大的金额 多大的礼品送个什么人 你要去去衡量 有个火候的 你多了也不行 少了也不行 这才是一种智慧 不要说假话 不要说虚话 这就是道教的观点 所以说道教修行 他不忌讳谈这个财 有四大法则 道教修行讲的是 罚 财 女 弟 第一个就是方法 你的去拜师 财 你要有钱 你没有钱 你怎么去体现你的这个对师傅的尊敬 你无法体现 你只能说好话 说好话 他比较空洞 看不出来 因为一个虚假的人 也可以很会跑社会的那些人 也很会说 他区别不出来 这叫罚财 而且你学到了之后 你要自己去念 有可能念上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这一漫长的过程 你没有财力的支撑 你走不过去的 你就学到了方法 你没办法去念 功夫是练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智慧 智慧就是要去解决这些具体的一些问题 不要老是觉得人间的不好 如果人间不好的话 你就不懂残法 你不懂道法 道法是无所不在 西方极落世界就在面前 所以说惠能马上就说了 你们要想求生西方 现在惠能就把西方极落世界 马上展现在各位的面前 大家愿不愿意看到呢 大家一听 都误会了嘛 都觉得哇 不得了 这下惠能要 给我们展现最大的神通 把这西方极落世界 直接搬在我们面前来 给我们看到 哪有这回事 不是这回事 那是讲一个道理 这叫点化 因为你就是看到了西方极落世界 关你关你什么事 就像我看到看到别人 在外面 锻炼身体 一拳 把那个五块砖打烂了 关你什么事 或者是看到别人 身份地位很高 关你什么事 或者是看到别人很有钱 关你什么事 没关系的嘛 你就是那个西方极落世界 变在你面前 关你什么事 那又不是你的 真正要 惠能要表达的是 你自己要得到 这就是道家的最高的性功成就 就是让你在任何地方 就像我说的 在任何地方 你都能感觉是美好的 哪怕在烦恼之中也是美好的 马上会论就说了 我们每个人身体 我们的身体 这个肉体 就是一座城市 你把它看成一个城堡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看着这个城堡里面的门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念 就是我们这个能够动脑筋 能够说话 能够忽悠人 能够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 这个这个心念 也当成一个门 一个心里面的心门 为什么我们讲 要把心门打开 心门打开 就是这个意思 你只要把心门打开 你去接收 你才能接收到 如果你对任何新鲜的这种知识 你都怀疑 也不去具体的去学习 去听一听 看他到底讲什么 你根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你就把它否定掉了 你这辈子就不会成功 所有成功的人 比如说马云 当年马云搞阿里巴巴的时候 我看到新闻 其实所有的人不看好他 因为当时互联网能赚钱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门户网站 新浪网 最赚钱 收广告费 你阿里巴巴干什么 找很多很多的小商人 义务的这些小老板上去 卖假货 假货横行浪 大家都觉得没有前途 没有前途 没有出路 这就反而 造就了马云的成功 为什么没有竞争对手 如果大家都觉得 马云那个阿里巴巴好 都去做 那马云就没机会了 竞争的人太多了 你不会成功 所以说人要打开新门 才会看到机会 打开新门 才能得到 最高的到法 我们才会脱离生死 轮回 脱离烦恼痛苦 我们这个道法 才能一步一步的 从世间到处世间 最后 到我们想到的先见 逍遥自在 贵人他就说 这个佛 在我们自信之中 不要向外面求 你去求外面那个佛 他也帮不了你 因为外面的佛 比如说释迦诺利 他只不过是一个师傅 是个老师 他引导你一下还可以的 你说他能 典礼一下 你就马上变成佛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佛教又不讲能量 他不讲道教 道教还有能量 虽然不能让你的这种性功 一下子成就 这个要自己修 性功是自己修出来的 但是师父他可以加持你 可以发功给你 可以让你的能量 一下子提上来 这个就像武侠小拙 里面有个逍遥派 你们去看那个天龙八部 有个逍遥派 有个逍遥子 他在去世之前 他把他所有的几十年功力 通过天门打开 从百会界 全部输送到那个虚祖的身体里面 虚祖一下子就得到了60年以上的功力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道教是 所以说那个逍遥子就是道家的 所以说金庸这个作家 他写作 他要查很多资料的 他不是浮缘乱造 他也有某种根据 当然他可以夸张一下 夸大一下 比如这种加持 师父的那种功力 发到你的身体里面 可以去病 你的身体 靠你自己那个身体 很虚弱 这种外面的师父一加持 你感受到那种能量突然从外面 一下子冲击你的身体 有的人会全身震动 像我修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 我这个头部突然震动 像天上的雷电伞 雷 雷伞电鸣 啪 整个头部就爆炸了 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能量 能量的到来就是外外面的能量进来 你内面的能量 叫做里因外活 他同时作用在你这个头部 他就从量变到子变 就冲开了很多 平时冲不开的 那么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啊 比如身体里面长了一个牛子 长了一个癌症 他外面的能量进来 你下面这个 这一颗锅不断的在燃烧 里面的这个鲜水 天上的那个神仙 那个水 天火里面的水 在你这个小幅部不断的燃烧 都变成了蒸汽 然后进入你的命门 肾脏 他量变慢慢慢慢就会变成 直变 你感觉那个地方非常温暖 你感觉不一样的 整个小腹部 整个肾脏 你会发热 温暖 发麻 甚至会 跑到其他地方跳来跳去的 都可以 都可能 这种是可以 但是性功是自己 慢慢修出来的 因为那个烦恼 贪欲 就像那个海水一样的 不断的有 每过一段时间 他有很大的一个波浪 我们人也是一样 每过一段时间 可能就有一些烦恼就过来了 这个时候你的心性要放平 要把它看透 要去找到一个原因 找到一个理由 并不是像一般的辅教徒说的 我放下就可以了 你看不透 你怎么能放下呢 比如说有的人他说 我的小孩子很调皮 他只要没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他怎么放下呢 你不是对他要求太高了吗 比如说有些夫妻关系 正在吵架闹矛盾 他怎么放到下 要想放下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原因 然后尽量的把它解决掉 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当这些事情过去了 他自然就放下了 不用你去让他放下 他也放下了 所以说道教修行 和其他辅教啊 其他完全不一样的 他讲究智慧 这个智慧 他和那个其他宗教 辅教讲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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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了 我 直接离开这个人间 我的什么大智慧开了 他不是这个意思 道教讲的是 你要去处理 烦恼来了 你找原因了 你把这个烦恼 比如说小孩不听话 你想办法让他听话了 比如说找到他的爱好 你以为小孩是真的不想听话吗 根本不是 是你方法不对 父母的方法不对 你没找到他的兴趣点 你没有去激发他那种荣耀 如果他发现他学习某种东西 很上手 他就会听话 你让他去学 如果你让他学的东西 他怎么也学不进去 你让他学的东西 他怎么学也比他的同学差 他很多 他心里面是很烦恼的 他不舒服的 他没面子嘛 你还强迫他去学 他有什么兴趣 他会越来越糟糕 成绩会越来越差的 但是如果你父母有智慧 你去找他的兴趣点 因为他有兴趣 他就做得好 你在他做得好的情况下 隐身一下就可以了 就会打开他的学习的道路 比如说有的人他没有其他的本领 但是他很会跳舞 一个小孩子 他跳得很好看 父母就可以告诉他 你看 你不是很有智慧吗 老师也会表扬他 哎呀跳得太好了 你这样一表扬 你赞赏他 然后隐身一下告诉他 你既然可以把跳舞学得这么好 那么你学习成绩 也应该会没问题的 然后如果他遇到困难 适当的给他找一些辅导老师 来一颗一颗的解决 一颗一颗的解决 也是要从他简单的 比如说他觉得某一颗 他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你就找老师先突破这一颗 比如说语文稍微好一点 你就要突破这个语文 让他上升一点 不要上升很多 上升一点就可以了 每天上升一点就可以了 这是为什么 这是提升他的信心 人的信心太重要了 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是有能量的 道教师非常相信 这个人 这个能量 这个信心 所以说我命在我不在天 就是你让一个人 什么信心都没有 学任何东西 你都打击他 骂他是笨蛋 你再害他呀 你不仅增加自己的烦恼 你把全家的烦恼都搞起来了 所以说烦恼是波浪 毒害是毒笼 就是你想害人 你就像有毒打大的蛇 虚妄是鬼神 就是那些邪魔妖怪 贪嗔 就是地狱 鱼吃没有智慧 面对任何事情 你都解决不了 那就是畜生 动物 因为动物他的智慧不如人了 所以说人 你不要学到最后修 修佛 修修修修修到最后 这个大脑一片空白 遇到任何问题 不知道 搞不懂 别人说一个新知识 你也搞不懂 好了 我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 我们就解住 打住了 结束了 太医救苦天尊 大慈悲 太医救苦天尊 大慈悲 太医救苦天尊 大慈悲 大慈悲